今天很多的媒體 都在黃山的辦公室守著 原來是靖州刊出了一個快訊說 黃山辦公室遭搜索 你看他們連這個查證都不做 有沒有搜索這麼一翻兩正眼的事 他可能真的有訊息接到 然後要搜索 所以他們就聯想到說 有可能是黃珊珊 滿腦子都想到是民眾男士 今天早上9點 記者打給我 然後就說 聽說黃山辦公室被搜索了 真的嗎 我就想說真的假的這樣 然後我就馬上打他去山辦問 他們說沒有啊 我們現在都在開會啊 我說那有記者來問你們嗎 他們說大概兩家吧 有兩家來問 可是我看我的媒體狂 啪啪啪每個都在問說是不是 結果後來有媒體就傳給我說 原來是靖州刊出了一個快訊說 黃山辦公室遭搜索 然後呢 而且還是因為生治現金案 不管怎麼樣 黃山辦公室說沒有 那我就立刻發了澄清 就說是子虛烏有 結果啊 我覺得很妙的就是 靖州刊就確定出包嘛 因為你知道他怎麼出包嗎 他也沒求證 他可能真的有訊息接到說 有檢調到立法院的立委辦公大樓 然後要搜索 所以他們就聯想到說 有可能是黃珊珊 然後就這樣發出去了耶 滿腦子都想的是民眾法事 他們不是發了一個很大的快訊 就是告訴大家全世界說 這個黃山被搜索了這樣子 沒有放鞭炮啊 有可能是 可是他們後來就做了一個很小的澄清 他的那個標題不是說 澄清這個黃珊珊辦公室遭搜索是誤傳 他們用另外的標題說 什麼這個林一錦遭搜索 就另外一個標題 然後裡面一個小小的字 還要帶到黃珊珊說 這個他們抱歉啊 之前就是誤傳 有道歉嘛 媒體就要道歉 所以我就說 我說這個周刊 他今天這樣還願意道歉 我還覺得很棒了 可是昨天他們做了一個 超級大的烏龍新聞 那最核心的兩個關鍵點 一個關鍵點是說 監察院在四月份 就告訴我們的財務 說你們的支出 有少了兩千多萬 沒有報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點是說 黃珊珊跟柯文哲早就知道 他的意思是說 柯文哲跟黃珊 早在監察院告訴我們 也就是四月份說 你沒有短差兩千萬的時候 柯文哲黃珊就知道出事了 所以就開始下令喬 喬了四個月喬不攏 才爆發這個假帳的風波 那我就簡單來說好了 這兩個關鍵的訊息 都是錯的 監察院其實昨天 就發了一個聲明 那聲明就是說 他們當時只告訴我們 資料不符合 並沒有告訴我們是 支出有問題 子虛烏有訊息 然後被靖周刊 開始加油添醋 講成說黃珊跟柯文哲 早就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因為監察院早就告訴你了 所以你們就是在造假 或者在掩蓋事實 或者是荒腔走本 荒腔走本 搞了三四個月 還沒有搞定 然後高層受益作假帳 所以這個基本事實是錯的 因為周刊昨天就直接 做了一個聲明 就是說根據戴力林的說法 柯文哲跟黃珊早就知道了 靖周刊的來源是說 戴力林是這樣說的 然後戴力林也發了一個澄清 意思就是說 他沒有這樣去跟檢調講 所以監察院跟戴力林 被案報導到的單位跟人 都已經否認了他的這篇報導 然後你知道我覺得 靖周刊這次讓我覺得非常扯 是他們還繼續凹 就硬凹說 那你們確實就是 人家監察院四月份 就告訴你賬有問題 對 告訴我們賬資料不符合 叫我們補證 可是不是告訴我們說 知處的問題 好 那簡單來說 他們就是運用很多錯誤的資訊 把它掺在一起之後 變成直接指控 柯文哲跟黃珊 從頭到尾都知情這件事 那我覺得這種報導 就是很不道德的 你看他們連這個查證都不做 有沒有搜索 這麼一翻兩瞪眼的事 而且你知道今天很多的媒體 都在黃珊的辦公室守著 然後這麼簡單 你可以去求證的事情不求證 然後你就這樣子偏頗的 發了一個快訊 錯誤的快訊 然後又大街罵人小巷道歉 然後甚至是還死不改 還要硬嗆我們說 他們這個都是根據什麼客觀事實 那客觀事實一個監察院 一個戴立林被你說到的人 他們都否認你們的報導的說法 不是只有民眾黨 那我就覺得說 這個媒體生態真的是